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时间 除了时间 而且你还要掌控它的力道 发酵的情况 有没有有杂菌的产生 如果有杂菌的产生的话 它的乳杂菌跟益生菌就是受到破坏 现在做的是黑糖芒果 纯黑糖 我们用的是在地的食材 就是那种新竹的宝山黑糖 那我们店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所有的馒头类 都是100%纯老面做的 我们都是自己培养的益生菌来发酵 没有加那种外面的那种素花酵母粉 所以说我们的东西吃起来 不会胃酸也不会胀气 培养老面自己培养的酵素 跟益生菌最大的好处 它是含有乳杂菌跟益生菌 它可以帮助肠胃消化跟蠕动 这就是最大的特别 那中国来台湾做这一行 餐业这行做了十多年了 对 像包子馒头是小时候啊 江里我们老江都有在做 像大部分都有在做 那就是甜的 对 像我们也有生产甜的芋头馒头 那里面就是我们在调了芋头丝 再调一下味 它变成是微咸 所以说里面的芋头 除了外皮以外 里面有一层芋头 所以它的芋头味道比较浓郁 比较香 而且加上微咸的口感 对 做起来 所以说蒸出来是特别香 吃起来的口感 还有像这一款我们的黑糖的桂园 那我们黑糖桂园这一部分 我们都同意用的是台湾的保尚黑糖 我们不会用进口的糖 你用台湾新竹的保尚黑糖 那我们的桂园的部分 我们都是采用台湾台南 当季的桂园用烟熏的 所以说我的桂园 你不用吃你光魂 它就会有这种烟熏的味道 一般你进口的桂园 是没有烟熏的味道 而且的话品质会极其长 海湾的桂园虽然是桂园 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香 这个也是客人评价不错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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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